如果說你在吃一個東西是一桌菜的話 你不要炒一個大炒 大炒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問了一堆東西 然後組一個大 一個大拼盤 插米粉 像米粉插起來可以插什麼 你就是像日本料理 一想一想一想 然後去把你的 你去跑的這些東西 官長這一塊 比如說哪個案件一塊 然後在案件裡面的媽媽怎麼分都又一塊 那個國道受惠員怎麼犧牲他們去 又一塊 小別的放到去 一個是你這樣可以一直在煮菜 然後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可以把這些菜 兩三個湊在一塊 從一個小東西變成 兩百隻三百隻東西 湊成一個一千隻的東西 你知道嗎 而且我跟你講這樣 這樣講是比較 比較那個 有點在偷啊 你知道嗎 你等於有六樣的樹材 先出一次六樣 兩兩組合可以組幾次 最後再出一個六樣的長 你看你做得到什麼 我意思是說 就是說你要 一個是 那這裡面一個重點在說 那你開始就要很清楚 這其實就是一個我們在講 不一定說踩很低窄 但是你至少要這次出去 你想要了解什麼 你要考清楚 那除非沒有 有些東西只多啊 裝了什麼 但是到現場 你要很快去找一個 一個你想要去 像那三一八 齁 每天在跑 那時候也在想說 好重要的歷史是一個 然後 跑到第三邊想說 我到底在拍什麼 到處拍 然後這邊影校什麼 那麼大一個地方 然後在這邊又聽到那邊 那怎樣又跑過來 我倒了 那我就直拍 我就只想拍那些考慮什麼 因為我覺得 在那一個至少在那一角 你怎麼考慮得出來 那 在以前的講 是很少見 你知道 就很快就找到 你自己想到的東西 就去拍 然後後來就繼續接 那你也不用急 其實我 有些東西我會這樣講 就是說 即時有即時的東西出去 就是說讓你想了解 這事情 目前發展到了 什麼樣子 可是不是說你去選回憶物嗎 可是你過了一段時間 再去把那些東西再重新開 就像你剛才講 你看 你看別人寫得怎麼樣 那 我先講不見別人的腿 即時有時候 你的觀察會不會腿 只是你沒有